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51节 过了一天,约翰又站在那里,与他的两个门徒在一起 耶稣经过的时候,约翰看见他,就宣告说:"看啊,这是上帝的羔羊!" 约翰的两个门徒听见这话,便跟着耶稣 耶稣转过身,见他们跟着,就问:"你们想要什么?" 他们说:"拉比,意思是劳斯,你住在那里。他说:"你门来看吧!" 那时大约是下午四点,他们就一起去了耶稣的住处,当天就留在他那里。 那两个听了约翰的话,就跟从耶稣的人当中,有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, 安德烈去找他的兄弟西门,告诉他:"我们找到微塞亚了。 微塞亚的意思是基督。 安德烈大西门去见耶稣,耶稣注视着西门,说:"约翰的儿子,你的名字是西门,但以后你要叫基法。 基法的意思是比特。 又过了一天,耶稣决定到加利利去,他找到弗力,对他说:"来,跟从我。弗力是伯塞大人,跟安德烈和彼得是同乡。 弗力去找拿旦叶,对他说:"我们找到了摩西和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。 他就是弱塞的儿子耶稣,从拿撒纳来的。 拿旦叶大声说:"拿撒纳?拿撒纳能出什么好东西吗?" 弗力说:"你自己来看吧!" 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,耶稣说:"这是个真正的以色列人,一个完全正直的人。 拿旦叶问:"你怎么会认识我?" 耶稣说:"弗力找到你以前,你还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,我就看见你了。 拿旦叶大为惊叹:"拉比,你是上帝的儿子,是以色列的王。 耶稣问他:"就因为我说,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,你就信了吗?" 将来你还要看得比这更大的事。 他又说:"我实在告诉你们。 你们将会看见天开了,上帝的天使在人子身上,上去,下来。 他就是天地之间的梯子。